九合一选战进入倒数66天 今天两位台北市长候选人 连胜文跟柯文哲都举行了记者会 连胜文公布有11位前政府阁员的顾问团 而柯文哲则是倾听劳工的声音 对于前幕僚疑似遭到监听 柯文哲在今天也做出了回应 与顾问团团团长欧靖德 前内政部部长李鸿源 抄马好手林毅杰等顾问 一起灌溉希望种子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 24号公布市政顾问团名单 我们社会各界不同的贤答 透过这一次我们的结合 把我们对未来台北的想象 变成有实现的可能 第一批的顾问团的名单有108位 那么其中男性有66位 女性42位 都很具专业的经验 他们在各个领域的专场 都是非常的杰出 八大领域共108人的市政顾问团队 包括了前政府歌员李鸿源 杨志良 吴清基等11人 要帮还没有执政经验的连胜文 拉台声势 而政治素人柯文哲 相较于连胜文的大动作 则是选在竞选总部 举行劳工领袖高峰会 请听各界劳工代表的心声 你们是劳工的代表 所以在一个程度上也是专家 所以应该 不管是听人民或听专家的 都是有一个机会来听大家的意见 那我一开始在讲 开放政府全民参与的时候 我一开始提出有三个局长 在选前我们就要开始要 透过这种公开的方式去临选 那包括文化教育跟劳动 针对前幕僚被传遭到非法监听 柯文哲回应 不怕被警验 而对于柯文哲上周公布财产 跟所的详细资料 并呼吁连胜文一起比照公开 连胜文说 他也愿意签署跟柯文哲对赌 一起找台北会计师工会来查核 新唐人也在电视 吴仲瀚 姚汉宇 唐曼特别报道 中文哲回应